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农历大年初二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黎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 由四十多只桥团组成的春节彩妆大游行的队伍 已经整装待发 那么今年的春节彩妆游行 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您除了可以观看壮大的游行队伍之外 还可以欣赏到舞台上的精彩表演 那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祝大家新年快乐 龙年大吉 万事如意 2024年2月10日 农历大年初二 巴黎市中心共和国广场上华彩绚丽 热闹非凡 旅法桥界各社团齐聚一堂 共庆新春佳节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及夫人 领桥处万磊参赞 法国政要 桥界领袖等嘉宾出席了活动 现场气氛喜庆温馨 法国华桥华人会主席蔡君柱 在开场致辞中 对筹备和参与此次活动的所有单位和侨胞们 表示衷心感谢 为他们的辛勤付出 送上嘉许 随后 法国国会三区十区议员朱利安巴尤 也发表讲话 表达对华裔社区的尊重和祝福 共同庆祝新年的到来 巴黎中心区区长阿里尔维尔先生 也在致辞中表示 这已经是第三次在共和国广场欢庆农历新年 尽管小雨纷飞 却寓意着吉祥如意 她向在法华裔社群致以新春祝福 并赞扬他们为法国社会所做的贡献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也则在他的致辞中强调 今年是龙年大年初二 他为能够参加此次活动感到格外开心 他指出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寓意吉祥如意 同时也预祝此次活动圆满成功 同时他也提及 今年是中法建交六十周年 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 中法友谊将会更加牢固 这个今天这个花车巡游 庆祝我们的龙年新年 气氛非常热烈 看了很多的武龙武师啊 我感觉了咱们华社的这个青少年们 非常有朝气 就像我们的龙一样 刚健有力 活泼有朝气 这也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谢谢 随后游行活动正式开始 由四十多个旅法侨团组成的方镇 壮观而热烈 游行队伍充分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的目光和欢呼 一些方镇还向沿途观众派发红包和纪念品 增添了活动的喜庆氛围 而共和国广场上的精彩节目 更是吸引了更多法国民众的围观 此次新春彩妆大游行 不仅是华人社区的盛大庆典 更是中华友谊的生动见证 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为法国民众带来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 我认为是非常感兴趣的 欧洲卫视巴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